PS5上面有很多免费的游戏 但是那些不是真正的免费游戏 特别是联网对战游戏 我们以PUBG为例 我们下载安装都是免费的 但是进入游戏之后会提示错误 提示需要PS Plus会员 也就是必须有PS一档会员资格 才可以玩这款联网对战游戏 就是这个 在线多人游玩 这是一档会员里面包含的一个服务 一档会员一年200多人民币 PS5里面有很多免费游戏 它写的是基本免费游戏 那这些游戏指的是游戏本体是免费的 如果我们要玩使命召唤COD 比如说冷战 我们还需要花380块钱 买一个数字版或者光盘版的游戏本体 然后再玩 玩的时候仍然需要有一档会员资格 才可以联网对战 PS一档会员是一个基础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No No 我们绝大部分玩家是在国内玩PS5联机对战 但是PS联机的服务器是在国外 那是索尼的服务器 那游戏开发商 他们的服务器也是在国外 如果我们用国内的网络去访问这种国外的服务器 那延迟是很高的 而且容易卡顿掉线 那这时候要加速器上涨了 常见的加速器 比如迅油和汽油粘机宝 这两个产品在我的橱窗里都有 价格都是300多块钱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太天真了 我手上的这支就是迅油加速器 或者叫加速盒 它这个价格是300多块钱 这里面包含的是100多块钱的盒的费用 还有100多块钱的VIP的费用 这个VIP是一年的费用 汽油和汽油价格都是差不多的 盒加一年的会员都是300多块钱 那当我们第二年过了一年之后 还要想玩怎么办 还需要花100多块钱买一年的会员 然后和这个盒子硬件绑定 又能玩一年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PS1档会员 再加上一个加速器和一年的加速VIP服务 以上就是全部的费用 那有没有省钱的办法呢 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PS1档会员 这是省不了的 一定得交一年二百多 至于说用不用加速器就得看运气了 这得看你们家的网络和PS提供的海外服务器 以及游戏提供的服务器 它们之间的兼容性怎么样 如果你家的网络访问它们的服务器都很好 那可以省掉这个加速器和加速器VIP服务的钱 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 除非你在海外就不需要用加速器了 最后再说一点 如果你玩联机联网对战游戏 再好的WiFi网也不如一条普通廉价的千兆网线 从PS5到你家路由器之间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网线 一个是WiFi 如果你只玩单机游戏 也就是通过网络下载 用无线WiFi还是用网线 这个区别不大 但如果你玩联机对战游戏 那强烈建议用网线 普通的千兆网线就可以 它的稳定性更好 延迟更低 关键是抗干扰能力更强 游戏体验更好 关于迅游加速器 还有汽油连接宝 还有我这个手柄贴纸 手柄套之类的 可以看一下我的橱窗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